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继续学习 《入行论》当中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生世之方式 生世之方式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 修行正法上 莫为小骨上 行持众生愿 迅速得圆满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绝对不能为了 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 一些小小的利益 讲正法的所益 也就是说 完全依靠成就所益的身体 做一些伤害 因为依靠这样的身体 能满足众生的意愿 自己获得圆满正确的果位 所以依靠身体 应该说有许多的利益 作为修行者来讲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的身体没有的话 那么不管是发菩提心 或者说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修持正法等等 这些都是无法现实的 全部是依靠 我们想满难得的这种人身 有了这样的人身以后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在修持过程当中 千万都不能有一些小小的利益 比如说有些人说 你身体上可以给我割一些肉 我今天特别饿 我想随便吃一顿 那这样你就不能马上 在自己的皮股上或者那里 割一块肉 给别人吃 因为给别人来讲 不一定是这个肉食 其他一些已经死完了动物的肉 或者说一些野菜 什么样的东西都吃一顿饭 应该可以解决的 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将自己的身体隔开 然后给别人炖 给别人吃的话 那自己很有可能产生后悔 所以说如果没有 特别重大的一些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千万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些人 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 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加害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真的有一些意义 就是对身体作为诸佛菩萨的供养 前一段时间 我们在讲第二品的时候 也给大家说过吧 比如说现在所讲的 燃止功夫 我们以前也就讲过 《棉花莲花经》 包括《能言经》等等 有关经典当中 也有明确的记载 一方面来讲 也是有功德的 但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凡夫人 首先应该观察 观察自己的相续 如果你没有好观察自己的相续 很有可能产生极大的后悔 如果产生后悔 吃毁自己的善根 因此以前麦彭仁波切 也是特别地强调 尤其是有些人在他面前 燃止功夫的时候 严厉地批评 也有这种情况 汉传佛教当中 有些燃止功夫的情况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我在这里不光说 但法王如意宝 以前去行农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大概是八五年吧 那个时候他老人家 最初去行农的时候 当时有一位出家人 非要在法王面前燃止功夫 后来法王说 我看有点害怕 你干脆到寺院里面 专门有一个佛藏品 莲花生大师的佛像 你就只有在佛像面前供吧 在我面前不要供 当时他老人家也是在后面 经常讲经的时候 也是说这个情况 后来也是出现好多人 在他老人家面前 想发心燃止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如果非要供 到佛像面前去供 我面前别供 因为法王他说 不清楚 有时候可能有很大的功德 有时候很有可能 产生极大的后悔心 当然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燃止功夫的传统是有的 以前乔梅仁波切 有一次到戈马巴 就是这个红帽 求极王学 法自在 在他面前 他也发心 乔梅仁波切在红帽面前发心 做燃止功夫 后来上师就告诉乔梅仁波切 说你有没有禅定机制 禅定修得好不好 如果你禅定修得不好 到时候正在燃止的时候 恐怕受不了 后来乔梅仁波切说 我应该有非常清净的禅定 哪怕自己的身体 割成一块一块 我不会产生分别念 我有这样的机制 后来上师要求他也是 安住在自己禅定的境界当中 再进行燃止功夫 所以当时也已经结束了 所以藏传佛教当中 虽然有这样的历史 但不管怎么样 自己也应该观察 小小的一些利益 如果你没有看到来世 没有了解到 今世的一些大的利益 没有发现 尽量的故意的 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 否则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有退失信心 有这种情况 因此在这里为了修行佛法的所益 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呢 因为我们经常也了解到身体 前面也讲过 所谓的身体也有许多的一些过患 也有一些不清净的本体吧 这样一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保护呢 就像圣天论师 在《四百论》当中所讲的那样 就是随见身如愿 然以保护身 虽然我们身体 见到就像是怨敌一样 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 因为依靠他必须要保护他 如果具戒酒存活 能作大福德吧 具有戒律的人 长期存活 也能作为大福德 当时约成论师的 《四百论师》当中也是记得 这样说的 比如说当时有一位上主 他上主变成上主的儿子 他跟其他的道者一起犯了法 后来上主把他 关在监狱当中 他监狱当中的时候 他虽然看见了自己的儿子做了坏事 也有一些偷盗的 细节和不良痕迹 但是以后他所有的价业 依靠儿子来完成 他明明知道 他有错的 他有过失 但是他还是加以保护 也进行原谅 同样的道理 我们通过观察以后 就是自己身体的成分也好 或者身体所造的罪业 各方面来讲 身体应该说有很多的 像原地般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也有他的过失 但是我们应该 依靠尽心尽力来保护他 因为没有他 我们完成积累资粮 完成利益众生 菩提心 全部无法显示的 因此我们依靠身体 才能就像一家人的 所有的价业 完成一样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没有依靠身体的的确确也是 不能顺便完成如来的价业 所以我们平时 在说好的过程当中 也是不能要求大家 伤害自己的身体 或者说要求你自杀等等 这些说法连开玩笑也是不能说的 以前我有一次 好像有一个女众当时在电话里面说 我心很烦 怎么办 我是开玩笑 说 那你就下去 跳河去吧 她正以为是真的 还是假装是真的 后来正式到河边去 到了河边以后给我打电话 现在我已经到河边了 看怎么样跳河 后来我一点害怕了 我说你干啥 赶快回来 后来我想分析一下 如果她真的想跳的话 她也不用到河边去问 应该直接跳就可以 可能她也是当时 有点犹豫不拘 所以实在有点 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吧 但不管怎么样 有时候真的 连开玩笑的方式 如果有时候这样说 也不一定方便 我们有些道友说 你们跟供养上师 听说人肉就是治病 那这样你们要不要 把自己的身体搁成一块 做肉汤 供养上师 但有些愚昧的人 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会不会真的在中间 对自己的上师 如果信心很大 而且上师也是喜欢吃肉 会不会做一些肉汤 我有时候有一点犹豫 因为以前那个观音上师 观音上师面前来一些 外国的新闻记者 问他说 你一辈子当中 最后悔的是什么 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 后来观音上师说 我一辈子当中 最后悔的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人到我面前来 说要超度他 然后我当时 也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说是 你死了以后 我给你超度 当时我就随便 跟他说了这么一句 后来没有想到 这个人马上已经自杀了 自杀以后他就想了想 我刚才说一句开玩笑 的的确确 这个人都已经不幸而死了 所以我当时特别特别地后悔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完了 所以后悔也是没办法 后来只好也是好好地超度了 也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 故意也好 无意也好 对自己的身体 千万都是不能伤害的 有些愚痴的人 好像自己修行不成功 或者说心里有点 怎么说 心里不是特别快乐的时候 想尽这方面的一些方法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应该 我们想是 我乃至菩提国之前 尤其是我这一辈子 得到这么好的 相满的认识 我一定要依靠他 修持菩提 他就是一种解脱的大床 依靠他行持善法 就是愿我长久住世 愿我的身体健健康康 这样我们发愿力量很强的 所以自己应该会用得上 去年听说在拉萨长都 那个地区 听说有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 他每天磕一百个头 九十五岁的老人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 像这样活着的话 那真的是 活着人间是有益的 哪怕没有一百个头 一天磕三个头 也应该说 活着人间是有益的 你看 磕头的功德是那么大 而如果我们变成了 其他的地狱 饿鬼 旁生 天人等 哪一个众生有没有造这么好的 积累资粮的方便和机会 绝对是不可能有的 因此我们有些人 经常对自己的身体 过于生厌烦心 以前佛陀在《毗奈耶经》当中 也是有了 依靠有些比丘 依靠自身 然后修不尽管 后来有些比丘自杀了 后来佛陀厌厉地折制 虽然身体有很多的过患 但是作为比丘也是不能自杀 如果自杀 杀害天尊地有过失 然后在戒律当中 也是严厉要求 虽然身体有过失 但是依靠身体也能得到解脱 因此我们在这里 应该了解到所谓的佛法 就是佛法依靠身体 渐渐地能成就佛果 而满足众生的一切愿 众生的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众生 都想获得快乐 那么我们依靠身体 可以暂时给他传授佛法 让他发菩提心等等 或者说给他种下菩提的种子 然后究竟让他获得 善成的这种果位 应该说是有办法的 如果我们离开了身体 那就有没有这个机会 也是非常的难受 所以希望所有的学生人 一方面对自己的身体 也不能过于地贪执 如果像世间的 一些愚昧之人一样 对所谓的身体 特别地去贪执 那这样的话 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世间的人们 有时候执著太过于执著 所谓的身体是非常美丽的 这样那样的 有各种各样的 一些方式来保护 这样也多余的是 没有多大的比喻 我们怎么样贪执它 怎么样保护它 也实际上只是一种 不尽无的成分 但是我们也不能 生起厌离心而抛弃它 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对身体的看待方面 应该有一定的差别 不能多于极端 其实有些历史上看 古人跟现在人 对身体的看待 也有一定的差别 我以前看见一个 古代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当中 说有一位美女 他在河边洗自己的手 后来他手拿得高一点 然后再洗 洗的过程当中 当时有一位男人 看见他的胳膊 后来他回去以后 觉得自己的身体特别脏 别人已经看了 然后把这个地方已经看断了 那么我有时候想 现在人的传统 完全都是相反的 现在的人一定要让别人看 才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所以对人的看待 对身体的看待 世间人跟出世间人 完全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堕入一边 应该好好地运用身体 然后依靠身体 修持菩提 这是对我们的身体 怎么样看待的方法 这一点 大家也应该清楚 下一个颂词 是这样讲的 这个颂词就是说 我们身体什么时候可以舍弃 布施给众生 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的悲心 还没有得到清净之前 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身体 布施给其他众生 如果你知道了 今生或者对来世 确确实实是有利益众生等 有重大的功德和利益 那么那个时候可以舍弃 这一点佛陀也是在有关经典当中 是可以开许的 所谓的悲愿清净的界限是什么样呢 以前的印度布布达论师 他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自他等星 什么时候通达了自己和他人 或者是情愿平等 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 就算是已经悲愿清净 大悲清净了 那个时候一般来讲 从一地菩萨开始才 自己和他人的这种境界 完全都是同等的 只是在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有关论典和诸书当中 都说是 从一地菩萨那个时候 我们的悲愿得以清净 大悲得以清净 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见到了 一切诸法的真正的实相 真正的实相 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到达一地菩萨 之前随随便便 看见一个人非常可怜 那个时候随便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 那这是不合理的 当然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在凡夫人当中 凡夫人当中也有极个别的 就像阿底下尊哉的上师 达玛瑞吉达他那样 作为凡夫敌 也是有悲心特别强烈的 那种人虽然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 但是也不产生后悔的 这么极少数的有些凡夫众生 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来讲 真正到时候 你把身体布施给众生 那个时候会产生后悔心 产生后悔心的话 那原来的功德 也是加以摧毁的 因此我们也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当中 经常有一些公案里面说 你如果布施身体 会不会有后悔心 没有后悔心 他自己也是说 我如果没有后悔心 一瞬间让我的身体恢复如初 很多次身体恢复如初的原因 应该说第一地菩萨以上 才布施自己的身体 布施自己的身体 一方面对众生也是有利益的 另一方面自己也是 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有痛苦 就像《悦乘论师的肉中论》 里面所讲的那样 那个时候你自己的肉 一块一块地割下去 没有痛苦的感受 或者说弥勒菩萨的论典 里面所讲的那样 获得身体以后 没有生了食品的痛苦 因此应该说 悲愿清净的界限 从一地菩萨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 刚才所讲的那样 没有后悔心 如果没有后悔心 那么他的悲愿也得以清净 而且对众生有利 尤其是他自己的身体 也会有恢复的机会 以前上师也是讲过这个公案 大家也可能记得清楚 比如说 如果你产生后悔心 自己的身体也是不能恢复 就像圣天论师一样的 圣天论师当年 当然各种历史的说法是不同的 但是上师的说法 主要是可能如意宝石 历史当中的 如意宝石为主而宣说的 当时圣天论师跟龙猛菩萨 在一起的时候 当时外道 马蜜为主的一部分 要求辩论 要求辩论的时候 当时龙猛菩萨派圣天论师去 当然有些历史书里面说 龙猛菩萨和圣天论师之间 还有两代的世间 也有不同的说法 包括红色和一些不同佛教 但是上师的故事是这样讲的 当时龙猛菩萨 要求派圣天去的时候 圣天跟龙猛菩萨 先试探辩论 首先龙猛菩萨持佛教的观点 圣天进行给他辩驳 然后辩得非常满意 后来龙猛菩萨 也持着外道的观点 让圣天进行给他辩驳 辩驳的过程当中 龙猛菩萨辩论的过程当中 他越来越厉害 到了一定的时候 好像在圣天的阎魔当中 真的龙猛菩萨 已经变成了外道士 然后那个时候 圣天论师觉得 我的上师真的 已经变成外道了 他有点不高兴 也是心里有点不满 然后把自己的邪脱下来 然后缠在上师的头上 狠狠地打他 那个时候龙猛菩萨说 你这次去 应该会得意得时得胜利的 但是因为你用自己的邪来打上师 所以你肯定会出现一次违缘 后来圣天论师说 如果这样 我就干脆不去 让你去 好不好 后来龙猛菩萨说 我去的话 我虽然是佛授记的菩萨 但是我去的话 就是不会得胜利的 原因就是以前有一次佛陀 他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以前佛陀 在传授佛法的时候 当时比丘为主的有一群 在佛陀属下 听受佛法的时候 空中飞一只乌鸦 然后乌鸦当时杀不尽尸 最后染上 释迦牟尼佛金舌的身体 后来佛陀说 乌鸦以后变成外道 然后它会染上我的佛教 当时他在宗宗面前 这样授记 后来这位比丘 里面有一位比丘 他发愿 当时如果他毁坏佛教的时候 我来发愿 降服他 其实他这个发愿者 是圣天论师 刚才这个乌鸦 是马鸣菩萨 因为原来马鸣菩萨都是外道 那么有这样的一份因缘 所以你这次去的话 马鸣肯定会得以调伏 就是龙猛菩萨要求让他去 去的路途当中 他在一棵树下 有一个牟天驴 来到他的面前 说要他的眼睛 然后当时圣天论师 他想说 我还是发了这样的菩提心 应该布施自己的身体 然后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 给树木天女 然后给完了以后 他马上把它炸掉 没有用上 后来圣天论师产生一种后悔心 他自己也没有用上 把眼睛明明在他的眼前 把它炸掉的话 他觉得很可惜啊 那我还要去那么遥远的路 怎么会这样呢 他就产生一个后悔心 但因为当时产生后悔心的原因 他没有恢复 所以当时他外到 妈咪面前的时候 也是有一只眼睛 后来当时 妈咪论师一看见他的时候 因为只有一只眼睛 他说你怎么一个瞎子到我这边来 他说当时他也是说 愤怒尊者虽然有三只眼睛 但是也不能了知真乳 然后第十天虽然有一千只眼睛 他也不能了知真乳 我这个圣天虽然只有一只眼睛 但能照见三戒的一切真理 然后对他进行辩论 结果获得胜利 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法王当时说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如果有了后悔心 那个身体不能恢复的 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广传当中 大家应该清楚 大多数的公案 身体能恢复 身体能恢复说明 悲愿已经清净了 大悲已经清净了 因此没有得这种境界之前 不能布施身体 当然现在外面的有些人 看广传以后 说这是一种神话故事 有个别的居士 听说在宫中面前大肆宣扬 这是一种神话故事 我没有碰到 不然我很想给他们 好好的辩论 其实这些人 也是非常的可怜 真正的释迦牟尼佛 在多生累劫当中所显现出来 将自己所有的布施身体 然后行持鲁波罗蜜多成了神话 那我想他们这些居士 也变成了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个主人物了 应该变成这样 因为自己以前没有对佛教方面 有前行地研究的这种智慧 而是只有一些 唯无论非常可恶的习气 在这样的习气当中 对佛教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生信心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有时候他们在相续当中 产生怀疑是可以的 但也不应该 如果没有任何理由 我想也不应该 这样大众面前说 否则没有智慧的人也觉得 啊 佛的故事都是神话 那这样佛教就变成了 神话的一种喜剧了 这一点我想是 所谓佛的传记是神话的话 那么任何人也是 不管是科学的意证也好 或者是任何这种理论 也无法推翻的 我想我们佛陀 这样的寻持六多万行 应该是经得起 科学的一些推敲 或者说实修的检验 包括历史的考证 都应该能经得起 那么这些人 没有任何理由 因为他自己对佛教 没有专心地学过 就像是从来没有 对电学研究过的人 在外面 外面一个农民 或者一个工人 他说我们收音机里面 发出来的声音是不对 或者说录音机的制造缘件 全部是假的话 自己从来没有深入过这一点 恐怕是 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有些人 对自己佛陀的甚深境界 没有了不之前 不能再公开毁谤佛教有关正理 因为自己的分别念 毕竟是非常的渺小 而佛陀的行为 见解 修行的范围 应该是广大无垠 在这种范围当中 自己要表演的话 恐怕是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我想 我等大师大慈大悲的佛陀 在多生累劫当中 为众生实现的这个 平生我们一般的众生 不要说是 真正的声量阿罗汉 菩萨也是无法衡量的 就像佛陀最后 显示成佛的时候 就是与魔王博讯 辩论的过程当中 当时地生母 显示高手作证 作证说 整个大地全部作成丸子 我都可以能计算 但是佛陀从无始以来 在整个世界当中 布施的土木老水 我说不清楚的 所以佛陀多生累积的 这种丰功危机 我们有些人以自己的分别念来 轻易糊定的话 那不显示的事情 但是最好也是自己应该用 以前所做的这些 犯过的罪业 所做的这些罪业 应该值得好好地忏悔 然后自己专门花一段时间 然后再学习佛的广传 佛的这些利益 所以我以前也是在 广传翻译的前面 也稍微提过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有些人 对佛教没有转业 不要说是佛教转业 像我们的五部大论 从来都是没有听过 只是看过一些佛教的故事 这也是外道的 很多威武论者 他们所写的 除此之外 没有受过系统教语的人 经常说一些 毁谤佛法的语言 实际上这些人 真的没有任何智慧 所以说我想 如果自己没有什么智慧 最好也不要 演一些愚笨的喜剧 否则自己也最后都觉得 到了万年的时候 恐怕非常后悔 尤其是依靠佛陀 而积累的好的质量 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依靠这样的佛陀 说佛陀的传记是圣法故事 佛陀所说的这些道理 是不合理的话 那么依靠佛陀 依靠这样的对境 造的罪 也是相当可怕的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人也好 或者说以后 就是凡是与自己相关的这些人 希望大家好好地 做佛教方面的教育 否则像这样的 得体菩萨的境界 这种都是更不用说了 但一般的有些道理 恐怕有些也是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应该用正面 了解佛法的究竟实义 如果真的佛传都是神话故事 我想我们上师如意宝 都是不太喜欢讲虚无缥缈的故事 有时看起来 听起来都是 这些人的言语 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也是 只言不回地说你们的有些不良知行为 希望你们应该 自己改写归证 否则真的罪过 只有自己承受 在得了一个人身 学习一个佛法 在这个同时 如果你造了弥天大罪 恐怕是非常遗憾的事 大家应该注意 我们在这里应该了解 悲缘没有清净之前 不能随便布施 如果你对即生当中 也是对积累资粮 或者是遣除一些贫困等等 对来世 对众生有极大的利益 尤其是弘扬佛法等方面 有过非常重大的贡献 那么舍弃自己的身体 也是可以的 藏地著名的智慧光尊者 智慧光尊者也是为了引起阿底峡尊者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和性命 也是献给其他的 这种历史也是有的 所以说 如果你知道对今世 对来世有着重大利益 而且自相续当中 绝对不可能产生后悔 有怎么样的境界 那个时候可以布施身体 那个之前 一般来讲 我们用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利益众生是对的 否则你到时候真的 凡夫人刚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心很清净 恐怕没有什么问题 在身上隔一块肉 也可能没有什么 或者有人咬你的身体的时候 想布施 佛陀在佛传当中 是如何如何布施的 但是佛陀在佛传里面 所讲的这些故事 大多数应该说是 一地以上的公案 因此我们在这个之前 不能顺便公益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将自己的身体 就像是一块青菜一样 对你来讲 没有任何痛苦和执著 因此在那个时候 开许布施 所以在这个之前 大家也应该了解 有时候好像我们身体要舍弃 有时候身体都不能舍弃 到底这个相不相闻呢 没有这个相闻 如果你知道 今生来世 都有重大的利益 而且自己不会 变成解脱的障碍 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布施 这个时候 悲愿一路都已经清净了 所以布施身体是理所当然之事 下面说 以佛法来饶益众生 讲这个问题 无病二佛陀 缠头火成山 受持刀病障 不经无所法 讲这个颂词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 主要宣讲 我们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做 自己有一些威仪 这个威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也给大家做过简单的介绍 但是在这里 没有详细地讲 恐怕有些人也是对听法的 基本的一些威仪 也不一定了解 因此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听法的时候也这么做 因为闻法实际上是 有非常大的功德 前面也我们讲过 闻法的一些功德 而且佛陀在《妙华莲华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若有闻法者 无疑不成佛 意思就是我们在人间 如果有些人以前行的文殊佛法 那么没有一个不成的 直接或间接一定能获得佛果 但是华智仁波切也说了 闻法的话 那么闻法的方式 闻法的对境 闻法的发行等等 必须要如理如法 如果不如法而听 就像有些人说说那样 佛法没有按如理如是做 反而成了罪业 因此依靠佛法 我们没有必要造恶业 大家要听受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的如理如法 那么怎么如理如法呢 首先在这里听受佛法的时候 如果自己的身体 没有严重的病 头痛 感冒等等 就是没有这种现象 在听法的过程当中 最好不要戴帽子 也不要用什么布 用什么衣服等 其他的东西来盖着自己 盲着自己的头 这也是不允许的 其实这是一种不恭敬的姿态 因此现在的有些人 在文殊佛法的时候 一直戴着帽子 那这是非常不如法的事情 以后我们希望 任何一个上师在传法的过程当中 下面的人 最好不要戴帽子 这并不是藏传佛教的 一种独特的说法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 在《皮纳耶经》当中 说法等二十种威仪当中 都已经明确地宣说 因此我们法师传讲佛法的时候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病人 这种人以外 最好不要戴帽子 以前我看见一个 香港的佛教杂志上 有一位法师前面在 当然这个是照片上 有一位法师前面在法座上 给他们讲解 但是下面所有的居士 都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 看了以后 虽然他们弘扬佛法的一种宣传资料 应该说有弘扬宣传的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讲 可能有些看来 也不一定是乐观的 因此我们以后 你一看知道 这个人接受过佛法的教育 没有 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如果戴着帽子是非常不合理的 然后用其他的东西来产生 那这也是不合理的 大家在这方面 也应该值得注意 然后用什么布 用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缠着 佛着 用衣服来冒着头 这都不合理的 因为听受佛法的时候 你应该很短正地 恭恭敬敬地 就像我们以前有些经典里面 所讲的那样 就是很喜悦的 这种目光来看着上师 这也是一种闻法的姿态 在闻法的过程当中 好像这种姿态也是 特别地不高兴 很痛苦的 很伤心的 当然我们人的悉若爱生 有各种姿态 在闻法的时候 不应该用 有些人好像在闻法的时候 特别生气一样 不知道什么圣经 所以我们真的 听受佛法 有时候闻法者的一些行为 直接影响 传法者的发心 传法者很不容易 苦口婆心的 心里面很有 哎 我的智慧真的 让别人知道多好 自己心里面所了解的东西 一直想给他传达 他没有喜而恭敬的姿态 反而有这种出名苦恋的 好像特别不耐烦 特别伤心那种 闻法的规矩上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说我想我们闻法者 应该以欢喜的目光 应该坐在听法者的 不应该与传法者平起平坐 这就是佛法给我们的 一种地位 所以印度的一些佛学院 不管是别人辅导也好 别人讲经也好 都是先到传法者面前顶礼 其实这是摧毁傲慢的一种形象 应该值得这样 也并不是说传法者 需要高高在上的一种恭敬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对佛法要恭敬 要佛法恭敬 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 这些威仪必须要具足 所以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也不能颤土 也不能搭着山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露天 传授佛法的时候 如果上师开许 那就是可以的 情况下你头痛 或者太阳射得比较强 在那种情况下你带帽子 打扇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盖着等等 这些都是允许的 如果没有这种情况 不管在任何一个 以前上师如意宝 有时候传法的时候 可能你们也是应该记得清楚 不管是下雨也好 做什么 有时候上师也不开许 下雨没有什么 下雪没有什么 大家不要打扇 也是这种行为 所以也是为了尊重佛法 你下大雪 怎么样下雪的话 就是我们用皮蛋 把前面的树盖着 树上面不要下雪就可以 头上怎么样下雪 也是一直这样忍着 这种情况 而且在还有听法的时候 不能传席 在外面的有些好多地方 传席一点都是好像不在乎 就是法师讲经的时候 下面的人觉得一点都不强调 其实佛陀也是在 有关经典当中有宣说 因此听法的时候最好脱鞋 不要穿鞋 应该把这个鞋脱掉 以前我们在经典当里面 尤其是在冬天 冬天最浪的时候 有时候特别想穿鞋 但是也不能 对佛法的攻击 所以在水泥地板上 鞋也不能穿 坐在那里 有时候特别冷 我想现在很多人听受佛法的条件 不像那样的 这些卫衣应该能做得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不要戴帽子 不要穿鞋 当然手里拿着枪 刀 这些都是我觉得不可能的 他们也不可能 像法师有所准备 不可能 所以拿着这些兵器 这也是不允许的 然后除了一些 特别严重的病人以外 拿着手掌 这也是不允许的 总而言之 对说法者 对佛法一定要恭敬 如果不恭敬 那么这位法师 最好给他不要传法了 因为这个法 应该说是依靠恭敬而带的 如果你连一点恭敬 心都没有 那么佛法根本不可能得到 所以说 即像以前华智仁波切 也是在《前行》当中讲了 有上等的恭敬和信心 获得上等的加持和利益 那么中等 下等 如果一点恭敬和信心都没有 那么根本得不到 佛法的利益和加持 以前银光大师 也是这样说的 预得佛法实义 须向恭敬中求 应该必须向恭敬当中求 有一份恭敬 少一份罪恶 增一份附悔 就是当时银光大师 所讲的这种教言 应该说是有甚深的含义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上师 都是应该依靠恭敬心而获得佛法 就像以前刚博巴尊者 他离开米拉日巴尊者的时候 他说 上师 我什么时候可以摄受弟子 就像我们现在的 有些人那样 他特别急 他很想马上去摄受弟子 然后米拉日巴尊者说 你什么时候对我生起 真正的佛陀那样的信心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再受弟子 说明我们对上师 和对佛法真的有一种 不共的信心的时候 说明你的境界 应该是很高的 这个时候你的境界很高 所以我以前一直 非常地佩服 我们心脏生世俗的作者 索加仁波切 对上师的恭敬心 应该说我是最佩服的 当时上师如意宝去法国的时候 大概在那里带了十天左右 然后十天左右的时候 他的要求没有什么 只要上师高兴就可以 只要上师不辛苦就可以了 因为首先我们去美国 加拿大好几个国家 这些西方人 他必须把佛法当作一种教义 就是我对下面 怎么说 收了多少钱 你必须在这个时间当中 不管晚上也好 白天也好 一定要讲满这个时间 后来上师觉得有点累 最后一站到了法国 到了法国的时候 当时所教人不去 没有什么要求 你上师好好地休息一下 可以 我们这里讲也可以 不讲也可以 凡是这些眷属 全部是我的手里 怎么样都可以 只要上师开心就可以 后来上师如意宝 也是好像很开心 没有这样的时间约束 他想 我还是给你们讲一个最深的 什么上师心地 讲了很深的一些灌顶和传法 恐怕你们也是很多人 看过西藏善事书 西藏善事书里面 我的感觉 当然中阴神的有些教言 全部莲花生大师的 一些中阴神的窍诀 这方面我不见得 觉得非常稀有 西方人和一些东南亚的人 认为这个窍诀很殊胜 但这个窍诀 应该是我们藏传佛教的 文解脱和西解脱当中 都有的 并不是很稀有的 但是他每一次提到他的 上师 等着仁波切 顶果千释仁波切 还有嘉昂千释等等 这些上师提的时候 每一个资历行家当中 都涌露出他对上师的 一份恭敬心和清净心 这一点恐怕我们很多人有没有 应该可以反观自身 总而言之真的作为弟子 真正想获得法底 那么依靠对上师的恭敬心 才能得到的 甚至我们真正的证悟 也依靠恭敬心而得到的 就像以前如来亚尊者 有一次在他的闭关房里面 闭关很长时间 出来的时候 他就看在展览的天空当中 点缀一朵朵的白云 尤其是他当时 仰望着整个蓝天的时候 他的上师 根本上师 智悲光尊者所居住的 上面正在有一朵白云 飘向于上师的方向 那个时候他心里面 自然而然就生起了一种 对思念上师和对恭敬上师的 一种信念产生 他自己心里面想 我的上师就是在那一朵白云的下面 他就生起了这样的一种信心 信心和恭敬心 正在这个时候 他就昏绝过去了 然后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 智悲光尊者在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智慧 悲心 加持融入于如来亚尊者的心 从此之后他也变成了 我们龙青灵德派的一位 非常了不起的主使 一位传承主使 所以我们每一次 不管是怎么样 对上师的一份恭敬心 这一点的的确确是非常的重要 有时候我个人都是 当然上师在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 原来上师也说过 我在的时候 你们不一定有这个信心 我离开人间以后 也许你们对我的信心更加增上了 的的确确也是 如今每一当 听到上师的 录音带的时候 只有满面流泪 一直观者们 只有合掌而听的 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 但是这也不是一次两次 凡是我都有时候 听上师的录音带的时候 最好门关着的 没办法的 每天都是 但一边只有恭敬 合掌而听着的 我想有时候 上师在的时候的信心 跟上师不在的信心 也有点的的确确是不相同的 上师在的时候好像 每天都是对对对 今天也会传这个法 明天也会传这个法 这个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好像几十年当中 就有这种心态 不管怎么样 我们对任何一个传授佛法的上师 应该恭敬 不管是密法也好 显宗也好 有些人觉得 真正具有法相的上师 都是这样恭敬也可以 但是我们的辅导员 我们的法师 又没有这种功德 没有功德的话 我何必去对他恭敬呢 也许可能有这种邪念 但这是我们的一种邪念 实际上真的 所谓的佛法师 不管是谁的课里面出来 应该值得恭敬的 就像佛陀在以前 我记得应该《宝切经》 《宝切经》里面说 魔王波许当时传讲佛法 当时以佛的加持 当时魔王波许念佛法 念佛法的时候 文殊菩萨和舍利咒 都是在魔王波许面前 恭恭敬敬地听 他们并不是对魔王波许有信心的 就是对佛法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 再怎么样查的话 肯定比魔王波许好一点吧 应该是怎么样 有些行为可能不太如法 有些口才不太好 有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们对佛法恭敬的 并不是对他的肉体 对他的个人崇拜的 应该这样想 所以我个人真的在这一点 我自己在修行这么多年的历程当中 也是还算比较满意的 不管是哪一个上师 哪一个辅导师 谁给我传过一句法以上 就是把我从内心当中 对他非常的恭敬 不管是在哪里碰他也好 在哪一个地方 觉得说 哦 他以前给我得过这个法案 因为我相续当中的佛法 并不是依靠一个人 来自方方面面的途径 才获得的 所以说 我就非常非常的恭敬 就是非常的恭敬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对佛法有着非常虔诚的恭敬 是非常需要的 下面一个颂词 这里就是说 作为一些出家的法师 对寂静的地方 对女人单独不能传讲佛法 对智慧浅薄的人来讲 不应该宣讲特别甚深的法门 我们遇到的小乘法也好 大乘法也好 凡是甚深 浅显的这些法要 要一识同仁 不论看着一个法师很好 一个法师不好 这样来辨别 一定会受谤法罪的 那么这个意思 为什么作为一些出家法师 对女人不能宣讲佛法呢 实际上在戒律当中 也是有要求的 如果对女人宣说佛法 尤其是对比丘利宗宣讲佛法 专门僧众做一些解磨意识以后 才可以允许的 那么这个原因 一方面 传法者的法师 经常会受到一些毁谤 所以佛陀要求 不能对单独的女人传讲佛法 然后还有一方面 如果有一些单独的女人 与她传讲佛法 很容易产生一些烦恼 产生一些烦恼 本来大慈大悲的佛陀有关经典当中 也是讲了 对女众也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制定的戒律 原因女众有时候烦恼也是比较重的 但是当然这一点 也并不是说 当时佛陀对女众不公平 也不是这样的 的确是自己的胜利和业力关心 因此女众还是有一定的 比男众不同的一些烦恼 以前佛十大弟子的转当中 也有这样的公案 当时阿难律天眼很厉害 她通过天眼来看到极乐世界 也能看见地狱 有一次她看地狱当中 有很多佛陀的女弟子 全部在 很多女弟子在地狱当中 然后她有点不解 有点不能了解其意 她到佛陀跟前去了 问佛陀 为什么 你的教法当中有这么多的女众呢 信仰佛法而皈依的那么多 但是偏偏我今天看见 在地狱里面 那么多的女众在受苦 后来佛陀告诉阿难律 她说你说的是对的 的确在我的教法当中 信奉佛教的女众确实是比较多的 就是到很多地方去传讲佛法的时候 女居士是最多的 在出家人当中也是 女出家人是最多的 当时佛陀也是说我身边的 女众西洋佛教的人的的确确是比较多的 但是她们为什么有些 在地狱当中多的原因呢 是比男人不同的有三点 他是讲了有三点 一般的话 女众在早上的时候 她的相续当中 很容易产生潜谈性 潜谈性就经常觉得 世间上很多的财物 财宝都拥有多么好啊 产生这样的贪心 这种牵涉之心 还有到了中午的时候 一般他们的心里面产生嫉妒心 好像很多人妨碍自己 很多人看不惯 产生嫉妒心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很多的女众 她心里面产生淫语心 贪语的心 就觉得自己非常寂寞的 应该想跟异性的一些人陪伴在一起 就产生这样的烦恼 正因为女众经常在自相续当中产生了 刚才这个潜性和 嫉妒性和贪心 有了这三种烦恼的原因 经常堕入恶趣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也是 佛陀并不是说不公平 应该我们在座的有些女众 自己有了 文殊佛法的机会的时候 应该好好地运用 而不能趁这个机会 与法师也好 对其他的道友 产生嫉妒心 贪欲等等 最后变成违缘 这样的地的确确也是 将来堕入恶趣非常可怕 尤其是传授佛法的时候 作为出家的一些法师 给单独逆宗传讲 当然是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一方面世人造样诽谤 有这个 以前汉地的致命法师 他讲过一个公案 当时好像在冷海上 同年代的有一位 大概是二十岁左右的一位法师 他讲经说法是非常好的 有许许多多的人 喜欢听他的讲经说法 同时皈依他的人 也是比较多 但后来他在传讲佛法的过程当中 有一位女大学生 他经常特别地精进 认真 经常文殊佛法方面的一些真理 这个法师也是很喜欢 对他进行回答 但后来日子久了之后 他们之间也是产生一些感情 这位法师 他就想还俗 与他成家 但是这位女的家里 也比较特殊 她的父亲 有一定身份的人 他说你如果非要与我一起 你必须先登宝 你自己自愿还俗 我再可以答应 后来那位法师 最后也可能非常可怜吧 他自己花钱 然后登宝 登宝完了以后 他第二天觉得 现在可能没有问题 很高兴地到他们家里去了 到他家里去的时候 没有想到 他的父母 非常不高兴地说 以前我们认为你是法师 很恭敬你 他没有想到 你染上了我们的女儿 从此以后 我们都不让你进来 门也没有开 反而从路上给他倒一盆粮水 花 嚼在他的身上 然后那个女的也不敢出来 他们父母骂一顿 结果这位法师 可能这位法师戒已经舍完了 然后美女也没有得到 只得到一盆粮水 所以有时候 从有些历史来看 应该要值得注意的 原因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智慧浅薄的 比如说小乘耕机的 那么这些人本来都是 他们的根机 意乐都是不劝的 那不劝的话 我们不能给他 传讲一些空性法门 流度的法门 或者布施身体的这些甚深法门 以及密城的这些甚深教言 不能传给 如果传 他们会舍弃的 所以这方面 也应该尽量地观察 尤其是我们对 甚深的法门和浅显的法门 应该同样地对待 同样地恭敬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 大慈大悲的佛陀 对小乘的法 大乘的法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 让我们解脱到 如果我们觉得 小乘法是很好 大乘法是不好 或者是密法是不好 我们显宗的法很好 如果这样说 那肯定会谤法的 佛陀在《摄书法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说有些人对如来的教法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不好的 如果这样来辨别 那就是摄法罪 这是很容易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善述海》里面 引用的教证 大家 佛陀就告诉我们 我们认为 啊 我们净土宗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所有的千见万论 就是净土宗 除了净土宗以外 其他都是不了业的 都不太好的 你们不要去学啊 如果我们有些法师这样说 真的是有些好 有些不好 你辨别的非常明显 你已经绑了法了 绑了法 那就是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绝对是不能往生的 两大障碍之一的缘故 如果我们是一个密宗的法师 啊 我的大圆满 我的密法是 世间当中所有佛法的精华 是最好的 你们不要学小乘法 不要学净土宗 不要学禅宗 这些都是不用学了 只要学我的法都可以了 以这样来宣扬 那么你也已经绑了法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 学过菩提道次第论 宗喀巴大师在这个论典当中 也是讲得非常细致 所以说 我们时时刻刻都是要注意 千万不要辨别 别人的法不殊胜 不要学啊 就这样不能说 应该说是不同根机的众生面前 宣说了不同生前的一些法门 这就是佛陀的大慈大悲 所应发而摄受众生的方便法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这是什么名言的吗 后来 参加了定的一段时间 这就是一个我们主义的母亲的语言 从我们的福音都是偏向于平时 但是在对我们的福音汇中 这就是一个我们主义的嗯补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